豆腐侍郎 魏龙豪 吴赵南河说 昨天 怎么意思 昨天你吃饭了吧 这不废话吗 我哪天不吃饭 昨天你们家吃包饺子 对不对 你这鼻子比狗还灵呢 你这什么话呢 我们家吃包饺子 你怎么会知道的 听起来呀 挺悬的 说穿了那就一文不值了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吧 昨儿是冬至啊 是啊 你也知道这个节铃啊 哎呦老北京了 那能忘了冬至饺子 下支面三副烙饼 弹鸡蛋吗 传统的这点老习俗啊 忙不了您 大陆上南方人 冬至吃汤圆 对 台湾的冬至呢 吃挂包润饼 如果是风俗习惯不同嘛 吃的东西也有差别 冬至就在圣诞节的前两天 哎 要在这个农位里的这边算呢 那就不一定是哪一天哪个月了 它是二十四个节链 其中之一 在封建社会帝王时期 那它可是个重要的大日子 哦 每年的冬至皇上都得到天潭去祭天 举行祭天大典 为什么要祭天呢 过去咱们中国是以农为本 靠着庄稼收成过日子 对 祭天呢 无非是祈求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米粮满仓 是金银满骨 对 这一汗一落不得了 那是民间最大的灾害 现在汗了落了 并不是最大的灾难了 那现在民间最大的灾难 又是什么呢 立法院里打架 或许一往时期啊 皇上独自成为天子 哦 天子 天子这俩字 怎么讲 他是 天子 天子 就是天的儿子 是啊 所以每年呢 都得去给他爸爸上上供 哦 这么当的 是 这祭天大典呢 他是既庄严又隆重 哦 既奢侈又浪费 嗯 每年举行一次 每年准有一个发财力 谁呀 在祭天大典里的独住官 独住官 按现在来说呢 就是私益 哦 当私益能发财啊 哦 这可是个肥缺呀 怎么呢 俗话说嘛 亲到神之上供人吃 买的时候 由他经手 哦 这一经手就三分肥 记完了以后 所有的祭品 全归他处理 嗯 每回都能赚个几万两银子 呦 这可是冒流的肥血 还记完的规矩呢 这独住官 是要由礼部侍郎来担任 哦 感觉这还有资格的限制 前方九年的独住官啊 是个新上任的礼部侍郎啊 名字叫黄童 那好 我这有葱油 人家是巫童的童 哦 是咯 这黄童呢 他是个捐班出身 什么叫捐班啊 捐班啊 就是花钱买的花 哦 我懂了 黄童他们家里趁俩招钱 哎 哎 哎 那花钱买票当选的民意代表 那 是不是也得算先班啊 嗯 你看 挺小的 啊 虽然朝代不同 但是目的一样 嗯 花俩钱买个官 当了官就能官官相位 保护自己的财产 当了官就可以官商勾结 狼狈为爷 财源滚滚 这一手 这有这么大的信息 啊 不信你从报纸上干嘛 嗯 哪项工程他不追加预算 哦 甩开了啪就咕噜 黄童啊 花了三万两银子 弄了个礼不式了 哎呦 这官还真不便宜黑 哎 别着急 马上就能赚回来 怎么呢 这年的独书官由他当了 嗯 黄童心里的这个高兴啊 对啊 捞本的机会来了吗 可是到了东西的前一天 嗯 感冒了 他着急了 为什么呢 嗓子哑了 静虎实声了 哎呦 又不是唱歌嗓子好坏 有什么关系 哎 那关系可大了 怎么 因为季天的时候啊 这独注官呢 得喊 哦 对了 他是司仪 别说是司仪了 那会儿啊 宣读圣旨的 都能得到好处 哎 旁人啊 管这叫猴 所谓三进不如一猴 那年头啊 又没麦克风 扩音器 嗯 全凭一条肉 嗓子 啊 所以这嗓子 必须得亮 啊 一嗓子喊出去啊 整个的祭坛 都得听见 那才行呢 那咱们黄虫这嗓子 本来还成 哦 这一感冒 说话都难听了 哎呦 怎么个味啊 祭坚大 这样可好嘛 别说了 别后太难听了 这不麻烦了 是啊 他正在屋里那转移 这么一辙呢 哎 就听见外边这么一声 豆腐 哦 卖豆腐的来了 嘿 这声豆腐呀 喊得那个脆呀 成言说呀 喉门深似海呀 嗯 接着几层院子 穿穿透了 呦 他的嗓子可太好了 当时这黄虫 灵机一动 嗯 来人呐 把这卖豆腐的 给我挑进来 咋 哎 去叫去吧 功夫而不大 卖豆腐的进来了 这老爷您请安 你叫什么呀 哦 回老爷的话 我叫黄金 黄金二十四开的 人家是金金有味的金 哦 跟那个金银的金同音 黄虫心里也是这么想 哦 冲这名字就值钱 我叫黄虫虫 他叫黄金 金 怪不得嗓子比我好呢 哦 他还找着 黄金啊 我打算照顾照顾你 这小子要走好运了 老爷 您想办复习是吧 那没问题 鲜豆腐老豆腐油豆腐 冻豆腐臭豆腐 臭豆腐 酱豆腐 连五香的豆腐干 我都会做 嘿 他找对了人来 我不要豆腐 你啊 也别卖豆腐了 不 不卖豆腐 他吃什么呀 吃大点 大点呢 老爷 点大腐了 发苦 那就没法吃了 放眼卤呢 那 你不是点豆腐 是让你到 祭天大坛上去当吃 他去干什么呀 替老爷呀 我喊呐 那他会吗 就是呀 嗯 很简单 你呀 站在前边 我呢 蹲在你后边 那我说一句呢 你喊一句 嗯 跟着我小话 我说什么 你喊什么 这会吧 这不难呢 哎 这事要是办好了呢 我给你开今儿豆腐房 嘿 这不比豆腐买豆腐强太多了 行 老爷 咱们试试吧 嘿 瞧这豆腐房诱惑的啊 好 我先说一句 你瞧瞧 一程开始 来瞧吧 一程开始 有他怎么也这味啊 哎呦喂 你别学我这味啊 你平时购买卖是怎么喊的呀 对啊 用你原来的那嗓子 豆腐 哎 这味就对了 哎 对 就照这味喊 那再来吧 哎 一程开始 你瞧 一程开始 来这就对了 迎碧神 迎碧神 爹 爹 玉 博 爹 玉 博 放福 庄 放福 庄 还真不赖 哎 您见过表演双簧的吧 见过 可能就是从他们俩 你别这对了一共胡批了 这一程呢 一共有九项 哦 其中呢 最让人发怵的 是这个吃鸡肉 哎 怎么呢 它不好吃啊 肉还不好吃啊 这鸡肉啊 按照规定 就用白粉煮 不搁言 哎 还不能煮熟了 哦熟了 就不鼓励了 哦 半径不熟的 一点咸味也没有 吃在嘴里头啊 生的呱唧 咽不下去啊 那为什么不搁上点姜油啊 卫星啊 配点花椒大料 通煎蒜 还就煮熟了多好啊 那就不是祭天了 嗯 那成了满朝文武 焦油大会餐了 这个鸡肉这么难吃 哎 人家有主意 怎么办呢 每个人呢 自个儿多欲为一张纸 哦 擦嘴 不 为脱汁肉 脱汁肉 啊 这纸啊 是用咸汤泡过的 甜甜纸呢 就有滋味了 嘿 这鸡肉还真高 这是谁想出来的 到了吃鸡肉的时候 您看吧 上是皇上亲王 下是上书室了 都是一边吃 一边舔 您看啊 全都摘下 你瞧什么这份哲情啊 到了冬至这天啊 天坛里头可热闹了 祭天大典嘛 太阳还没出来 天还黑乎隆东呢 七十一道 哦 大典开始了 香烟缭绕 古月齐鸣 嗯 皇上主祭 站在祭坛上边 哦 百官陪祭 都站在祭坛底下 哦 祭坛上边呢 还站着黄金 哦 那黄金 哎 黄童呢 蹲在他身后头 小声的跟黄金说 一程 开始 开始了 这黄金还真不含糊 嗯 收小福斗丹田 喊了这么一嗓子 一程 开始 嘿 这黄金这嗓子还真不含糊 天坛不是有座回音笔吗 嗯 这一声 围着那个墙啊 嗡啊嗡啊嗡 转了三圈 绕回来 还挣耳朵呢 嘿嘿嘿 太发掌点了 黄金一听 嗯 黄童这嗓子不错呀 嘿 那是卖豆腐的喊的 喝在台上俩人眼松黄 哎 这黄上愣没看出来 黄上 怎么会没看出来呢 这也是怪事啊 一点也不怪 嗯 根据我的分析呢 他有三大原因 这第一 是天色不亮 第二 离台太远 那第三呢 黄金又是近视眼 好吗 他们一块儿了 黄童一看 头一句拿下来了 啊 那就跟着来吧 迎帝神 哎 这第二句了 黄金一提嗓门 迎帝神 哇 黄声一听 嗯 又长了个调门 龙心大悦 这么说吧 嗯 前面几项啊 都挺顺的 可到了吃鸡肉这儿 出了圈了 怎么呢 黄金是头一回吃鸡肉啊 是啊 又没准备咸纸 啊 他一脚啊 白不撕裂 哼 这份儿的难吃啊 哼 他也吐啊 哟 黄童 抬眼一脚 哟 怎么给吐了 赶紧说 哎 别吐啊 啊 那就失忆啊 黄金一呈胸脯 哎 别吐 哎呦 他怎么给喊出去了 这皇上也纳闷啊 嗯 他怎么冒出这么一句了呀 哎 黄金在那儿也提了 没这句 没这句 你喊什么啦 不说的是嘛 对啊 哦 对 别喊了 哎呦 哎呦